Google EIE环保永續分析工具 结合Google地图资料与AI机器学习技术 模拟出碳排的预估值 作为城市规划者 拟定碳排放减量策略的基础 近年碳排它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全球的城市都要一起做 但是在在地的实践 也必须要非常符合在地的需求 所以每一个城市的挑战是不一样 新北市是一个全国最大的都市 四百万的人口 再加上我们有这么样多元的一个文化 又是以中小企业体为主 我们近年碳排的挑战实在太艰巨了 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的可能性 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正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有Google EIE这样的工具 Google EIE它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 它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都市里面的建筑物 还有交通这样整合的一个碳排的数据 它可以让城市规划者看出来 你有多少减碳的潜力 Google EIE运用Google地图的数据与图像资料 结合AI机器学习技术 模拟出碳排的预估值 作为拟定碳排放减量策略的基础 Google EIE提供城市的几项核心洞察数据 包含建筑物排放量和交通工具排放量 首先是建筑物排放量 该数据计算的依据为 各类建筑物的总楼面面积 建筑物的消耗量 以及耗能类型相关排放量 使用自Google地图 空景图像和3D模型的资料来进行模拟 将建筑物分类为住宅与非住宅 住宅包含停房、独动公寓、社区大楼以及其他住宅区 非住宅包含办公空间、领售、仓库、商业和混合用空间 分别依据两种类型建筑物的总面积和能源消耗 估算出该城市建筑一年的排放量 接着是交通工具排放量 Google EIE汇整匿名的Google地图历史定位总计资料 针对城市中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推估碳排量 例如汽车、机车、公车、捷运等等 另外也将城市的交通排放量分类为三大类 进入市区、离开市区以及市区境内 透过各交通方式的总行程和能源消耗 估算出每年的排放量 这些数据透过数字图表化和地图图像化 更加直觉地呈现 使用者只需更改数值 就可以轻松进行模拟和估算 数据的共享和下载也很顺畅与及时 方便团队作业 透过Google EIE这样的计算方式的话 其实可以节省我们大部分的收集资料的时间跟成本 借以这些资料去计算出交通政策的淡白化 所以对我们机关去推动绿运具政策 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Google EIE平台是一个都市的尺度 我们的建物或我们的交通工具上面 检探基本的资料在这里面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资料的分享 可以结合各行各业的力量 一起来看来研究 甚至提供解决的方案 对新北市跟大家一起合作 来达到检探的目标是非常有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